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小安美食馆 大家都知道吃石榴的好处有很多 吃石榴能够保护心脏,抗衰老 那石榴皮有哪些功效,大家是不是也知道呢? 今天就给朋友们详细地说一说石榴皮有哪些好处,哪些作用 详细地说一下石榴皮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地方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包石榴的小技巧 先用一把锋利的刀,在石榴的顶部划上一刀,看到裹肉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刀,竖着划上几刀 再用手慢慢地掰开,不要掰断 接着把石榴翻过来,准备一个吃饭的勺子 用力地敲一会儿,石榴的全部下来了,特别的快,非常的简单 铺一会儿的功夫就包好了,满满的一小盘 用勺子的碗子吃得特别的好 如果是朋友们在家里面招待客人也特别的有面子,很干净,很卫生 第一个好处,杀菌质养 被蚊虫叮养后可以用新鲜石榴的果皮 像视频中一样,擦拭着就可以质养消肿,特别的好 第二个好处,可以保护创伤口,以免受刺激 石榴皮含柔制化合物,这种化合物能够沉淀双口表面的蛋白质 能够防止伤口感染,对窗面愈合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个好处,可以驱赶蟑螂 我们把石榴皮放在窗台上,能够有效地驱赶蟑螂 蟑螂闻到石榴皮中散发的柔制气味就不敢靠近 石榴皮的第四个好处,可以吸附异味 将石榴皮放进冰箱 石榴皮中的多元氧化合物,可以起到抑制细菌繁殖的功效 还能够减弱细菌吸附能力 冰箱就再也没有异味和细菌了 石榴皮的第五个小妙用,就是治疗肺子 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洗干净的石榴皮,煮水,煮开 煮上两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煮好以后,晾凉温热的时候,用它来擦水身体 或者是洗澡的时候放进去一些,特别的好 石榴湿水能够有效地去除肺子 给孩子洗澡特别的安全有效 花钱也买不到的几个石榴皮的妙用 朋友们都学会了吗? 真的是特别的简单使用,非常的不错哦 如果家里面有吃剩下的石榴皮就不要扔了 保鲜袋包裹起来,放到冰箱冷冻 那时候直接取出来用,特别的方便 真的是太神奇了 石榴不管好吃,石榴皮还有那么多的作用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给你换个口味 你换个口味好吃吗? 你换个口味好吃吗? 爸爸给你换个口味是两种嘴的,一种嘴是软嘴的,一种嘴是硬嘴的,白色的 是不是?有红的,还有白色的 嗯 你看看了吗? 嗯 它们的营养各不同 尝尝味道有两种口味 好吃吧 好吃 嗯 富人 芦总 芦总 我喜歡這個狗餵,你喜歡這個狗餵 我喜歡這個狗餵 我喜歡這個狗餵 吃不吃 我喜歡這個狗餵 吃嗎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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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哪一种好吃 这个白种的 吃的味道甜甜特别好吃 还有酸石榴 有酸石榴也没吃过特别的酸 如果酸酸甜甜我都能吃下去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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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